大家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起読 先讀標題給你聽 What's the worst mistake people don't realize they're making in their 20s? 所以,什麼是這個最糟糕的錯 是人們在 20 歲的時候犯著,但是卻不知道的呢? So the worst mistake that people don't realize they're making 他們不了解到他們正在犯 在 20 歲的時候 相信很多可以講的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看下面的討論是怎麼樣 這邊講了一些像例如說 Life is not a race, it doesn't matter who's getting married, who's moved out from parent's house, who has a kid, you go at your pace, don't think you're behind anyone else 所以,他認為這個犯的錯是別把人生當成一場競賽 So life is not a race 所以要是把人生當成競賽的話,這就是犯了一個錯,或許 所以,並不重要的就是誰在結婚啦,誰從家裡面搬出來啦,或者誰現在有了小孩 So it doesn't matter who's getting married, who's moved out from parent's house, and who has a kid,誰有小孩 所以,你用你自己的步調來過人生 So you go at your pace Pace這個字很常看到,就是步調 還有一個詞,順便想起來叫Pacemaker Pacemaker就是你要帶著心臟的那個幫助跳的那個機器 OK,我不太確定那個中文叫什麼 所以那個叫Pacemaker 總之啊,那Pace這個詞前面的介系詞多半是at You go at your own pace 所以,不要覺得你輸人家 那那個輸不要叫做Lose 或許應該是用不要覺得你落後於人家 所以那個落後那個詞可能可以用 就用Behind這個字就可以 所以Don't think you're behind anyone else 好,Behind這個字給你看 再來就可以勉強翻譯成是落後於誰 OK,好,然後下面這裡的一個我覺得這也不錯 好,這一個部分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留言啦 The older I get, the more I actually pity people who fall into the rat race Plus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mentality 先看到這邊 所以越早,越老我就 我就越了解到 或者我就越可憐那一些人 The older I get, the more I actually pity those people Pity誰呢? 所以這個Pity就可憐 OK 那越老越Pity誰? People who fall into the rat race 所以外國人很愛講這個rat race 那我知道這個觀念也有進到我們中文裡面 可是多半會進到某一些人的嘴巴裡 就是那一種 唉,就做直銷的 很多人就會說你現在處於一個老鼠的競賽 聽過一本或看過一本書叫做 《窮爸爸富爸爸》還是叫《富爸爸窮爸爸》 不管啦 反正富得還窮的誰放前面無所謂 總之富爸爸、熊爸爸、富爸爸、富爸爸 那這本書裡面在講究什麼一些理財人生的一些觀念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會說 每個人事實上都在一個老鼠的競賽裡面 所以這個rat race 這翻譯得非常亂七八糟 我翻譯得不好 但總之他的意思就是 每個人就是賺的錢溫飽賺的錢溫飽 那一輩子就很像一個 老鼠在那個他的 老鼠籠裡面那個輪子有沒有 老鼠會跑上去然後跑跑跑跑跑跑跑 可是你知道他怎麼努力跑 他也跑不到終點 因為那是個輪子 對吧 所以大家就好像在這樣的一個競賽裡 可是事實上 你跑了半天你也不會贏的 所以在這個熊爸爸、富爸爸那書裡面 他的重點就在於 人一輩子在努力追求的就是最終的財富自由 只要你有了財富自由 不用擔心每個月的吃飯前不知道哪裡來的時候 你就 他們就說這個叫做你擺脫的rat race OK 所以financial independence 就是常常在這樣的人嘴巴裡面講的話 其實這概念都很好 只是不小心這幾個詞 常常就感覺會被直銷的那個idea綁架的就是了 所以但我沒有覺得這些詞是不好的 好 所以你掉進了這個rat race 所以這裡講的rat race 你要理解是什麼 以及是什麼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這個的概念是很有趣 那為什麼什麼叫Joneses 那你知道 我們中文有什麼造賢孫禮啊 對不對 就是百家姓嘛 那在西方的社會裡面 那些大姓就那幾個 像例如說你姓Jones 姓瓊斯 就很多 我隨便想到就可以想到 像例如說Roy Jones 就是我喜歡的一個拳擊手 所以這裡所謂的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的意思就是 他會把這個Jones變成複蘇 Joneses 那什麼叫keep up with keep up with的意思就是 能夠敢得上他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能夠敢得上他不落後於他 他的意思其實我說白一點 就是鄰居 你的鄰居就是Jones 我們這樣講白 所以你的鄰居是Jones 姓Jones 那他買了一台車 他有車了 我也買一台新的車 所以他有什麼你也要什麼 所以這就是一種 跟別人之間的永遠的比較的形態 所以這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 所以這裡就說了 You fall into the rat race and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也就是跟別人永遠在做比較 所以用這個詞是非常道地的一個說法 的一種 所以他說很多人都進入這樣的一個mentality 所以這種就是 這是這種精神狀態 mentality mentality我們最近 大概近幾年聽到的一個就是 在Kobe Bryant詞調之前 他做了一系列的廣告 他就說他的曼巴精神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他那個就叫做mamba mentality 所以他用到了mentality這個詞 所以mentality這個詞可以把它翻譯成是 什麼樣子的心理狀態 或者什麼樣的精神 或者燃火之類的 所以很多人就進入了這樣子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的mentality 或者rat race的mentality 這講回這個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正好就講到了 有一個實境秀 就是那個Kardashian的那個家族 那他那個家族呢 就各種不同的bling bling 然後過得很昇華 奢華 所以他那個秀的名字 好像正好就把這一個 變成了秀的名字 所以那個秀名字 我如果沒記出去 叫做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補一下這個冷 也不是冷知識 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生活上的一個 你該知道的事情 So to be honest I just can't relate at all 所以坦白說啊 這個人就說了 我完全不能夠跟這個東西有共鳴 所以 relate to something 就是我們以前某一集有講過 就是你對這件事情可以有共鳴 So這個作者說了 I can't relate at all So as I know a decent portion of them Do the 9 to 5 Why Fuzzman kids And why Pickett fence Because they feel That's what they should do As opposed to what they actually want to do With their lives 所以 所以據我所思 As I know A decent portion of them 意思就是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中文的教學中 很少看得到的 我們有時候講很大一部分 A big part of them OK Many of them A variety 不是 variety An array of something 甚至叫 An assortment of something 都是能聽得到的其實 那可是這個人寫作方式就是 I know a decent portion of those people A decent portion Decent是有好的意思 但總之就是 這裡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 很大的量的這樣子的人 So I know a decent portion of those people Do the 9 to 5 什麼叫Do the 9 to 5呢 這個9 to 5就是招9玩物 所以要是你有一個招9玩物的工作 I have a 9 to 5 job OK I got a 9 to 5 job 9 to 5 那我們台灣可能是8 to 6 或者甚至是8 to indefinitely 這樣子 所以他說了就是 他知道很多人會做這個9 to 5的工作 或者是Wife Husband Kids 老公 老婆 孩子 And the white picket fence 這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畫面上的概念 所以這個人的英文 你一看就知道就母語 為什麼呢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剛剛這個片語 以及 White picket fence 那我之前有把它稍微找出來什麼叫White picket fence 大概就這玩意 這個 你看到這個就是西方常見的一種房子 那房子外面就白色的圍欄 把你的 把你家的地產圍起來 所以很多人就是希望能夠住在這樣子一個房子裡面 這就代表著他的人生是成功的 可是有沒有人就是不喜歡這樣子的穩定安穩 他可能想要到世界上去闖 或之類的呢 當然也有 可是這就是刻板印象中的成功人生安穩人生嘛 所以他這邊說的就是很多人 9-5 老公老婆孩子 然後White picket fence 大概懂的意思齁 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Because they feel that's what they should do 而相對於他們其實人生想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裡的As opposed to 就是而相對於 所以這是他們覺得應該做的 相對於他們人生其實真正想做的 相對於 OK 所以這個動詞片語 這不是動詞片語對不起 這個是一個 算是一個 something something as opposed to something else 這樣子 夾在中間的一個東西 as opposed to 我現在沒有很想去深究他的詞性就是 so something as opposed to something else 這樣子 所以就是x跟y是相對的概念 so 然後 and in pressure from society and or parents in some cultures and you're almost left without a choice 所以 再加上一些壓力 來自於社會的壓力 pressure from society 以及 或者家長的壓力這樣子 so pressure from society and or parents in some cultures 在一些文化中 and you're almost left without a choice 所以你就只剩下沒有任何的選擇 you're left with some choice no you don't you're left with without a choice with no choice OK you are not left with any choice 所以這就是很多的中年危機就會從這邊出來 so that's where a lot of midlife crisis are born 所以這裡的midlife crisis就是中年危機 OK midlife crisis 那它的複數是midlife crises這樣子 all right 那下面還有 說不要抽煙 所以不該犯的錯 don't pick up smoking 好不要抽煙 然後這邊一個人說了 他會說 I'm 41 and still smoke I hate it and am terribly terribly addicted to cigarettes biggest mistake of my life was starting at 15 所以這個人的後悔啊 真的是 我也不是我感同身受 但我也覺得蠻感嘆的 那我自己是不抽煙的 可是 沒有排斥有煙影的人 因為我也覺得他們可能是不得已的 所以I'm 41 still smoke 甚至他抽得很爽 我也覺得這裡的人生啊 我一定都不介意 So 我的人生的哲學就是 live and let live 打給同學看 就你自己活著 以及你讓別人去過他的人生 You live and you let live You let other people live That's my life model All right So I hate it and am terribly terribly addicted 所以他用了兩次terribly 所以總之他自己討厭他 而且他卻是很糟糕的沉迷於cigarettes 上癮 addicted to something 所以他認為最早的 他最大的犯的錯 biggest mistake of my life was starting at 15 15歲的時候就開始 這是他最糟糕的 All right 然後下面就分享一大堆戒煙的回應 然後我們就不看 下一個 20歲會犯的錯的 20幾歲犯的錯是什麼呢 這邊講savings 401k whatever you whatever just invest for yourself 401k就懂了 其實 whatever just invest 反正就投資你自己啦 下面這人說 I told my wife to sign up for when she started her first job since immigrating It's been six years and she's got a nice little wad of money sucked away OK 我剛剛沒有解釋什麼是401k 我很想看能不能多看幾個 像例如說 She's been telling her co-workers for the past five of those six years that they should sign up because the employer match is free money the employer match is free money plus it earns more by compounded growth they all say they don't want to she shrugs and says OK 好 下面這個是不錯的 能夠來解釋401k的那些內容 我覺得蠻好的 下一個人說的也的確是 genuinely blown away by how many people reject free money from 401k matching OK 所以我欠同學一個很完整的解釋 事實上完整解釋也沒那麼簡單 我建議同學有影片可以去看 但是but I'll briefly go over what that is It's a plan It's a plan that you can sign up for and it's a government sponsored plan 這是一個政府的一種替你存退休金的計畫 所以你需要一個 Everybody needs a retirement fund OK 每個人都需要退休金 那以前有一種概念叫做pension pension fund pension也就有退休金的意思 那很多公司可能是會本身 規劃一個退休金給你還是之類的 可是隨著時代演變 pension呢就這個概念 就從公司裡面慢慢沒有了 那所以政府呢就有點想要把takeover過來 去替照顧大家退休的人生嘛 那數字上我不要講exactly很清楚 but you are allowed legally to take out a portion of your income pre-tax 講清楚一下 你可以拿出你一部分的收入 a portion of your income portion剛剛有看到 這個就亮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 a decent portion of 對不對 所以portion就亮 so you are allowed to legally 你是合法被允許 take out a small portion of your income 那你的收入的一部分 and you can contribute that 你可以把那個東西貢獻給一個 你跟政府達好的 達定的一個就是達成的一個協議 OK 所以他才用sign up這個詞 你要跟政府去sign up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是跟政府簽了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把這個portion of your income去 而且我剛才還講一個是pre-tax 所以不是在扣完稅後 稅前你就可以把這一小部分的錢拿出來 然後去貢獻在那一個fund裡面去 那一筆基金裡面去 那為什麼pre-tax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把這一筆錢 拿去貢獻給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能夠被抽稅的量就變少了 對於年輕的同學你沒概念 我們講一點點稅的概念就好 假設你一年賺50萬好了 一年50萬可能除下來就是 你一個月可能4萬塊了 因為4萬塊12個月48萬嘛對不對 所以50萬左右 你一年賺50萬左右 那我們假設我們的稅率是 我們不要講數字好了 但總之這50萬要是你沒有任何能夠去 去免除稅額的話呢 那50萬全部不會被抽 就是你用50萬這個數字去計算你當你的稅 所以我們稱這個東西英文叫做 Taxable Income OK 就是可以被抽稅的收入 Taxable Income 所以50萬都是 要是你沒有任何免稅額的話 可是如果說你說 哎呀 我的41K 允許我拿出裡面的 我真的不知道幾% 6%好了 所以50萬的6%我630 3萬塊 所以政府允許你拿出3萬塊 因為我們講pre-tax 所以你就那50萬 然後你就拿了3萬塊出來 所以我要去貢獻給這個41K 這個時候你的Taxable Income 就從50萬變成47萬了 所以你當年會被打到稅的額度 本來是50萬 那假設稅抽你10%好了 50萬的10%就是5萬塊 那但是你拿走了3萬塊 去contribute to your 401K的時候呢 你的Taxable Income變成47萬 那如果還是10%的話 你的你被抽的稅就變成是47萬 所以你藉由 儲蓄這個東西 你還可以省3000塊的稅 這樣聽懂意思 所以pre-tax為什麼這麼重要 OK 所以這個是41K 政府鼓勵你儲蓄 你拿去儲蓄的錢 還不抽你的稅 這已經夠好了沒錯吧 不夠好 怎麼樣再鼓勵你去做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來看這邊說 他sign up對不對 然後呢 反正他第一段說 就是他老婆存了一些錢 就總之他增長了 那他告訴我co-worker 所以他過去六年五年 中的五年告訴co-worker they should sign up because the employer the employer match is free money 所以這邊有一個詞叫做 employer match 所以在美國找工作有時候 他提供的一個不錯的perk 所以工作給你的perk 就是一些小小的好處 OK 可能是小恩小惠 可能是大的 不一定 總之有一個perk 有一個好處 這個工作的perk 其中一項可能就會列著 matching 401K match就是match有配對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的雇主啊 會match你的41K的意思 像我剛剛講50萬要是 你可以用6%去放在41K裡面的話 我們剛剛講是 6%是3萬塊對不對 所以你貢獻了3萬塊進去之後 公司看到你 喔你除了6萬喔 好棒棒喔 你供多少 我也造一個比例供給你 所以有的公司可能是50% 所以你的3萬的50%就是1萬5 所以你不只丟了3萬塊進去 公司還替你加碼1萬5 這1萬5你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 因為這是公司的鼓勵 所以你連 這個不是你的薪水耶 這個是額外的東西 爽不爽 要是台灣有這樣的制度 每個人都會把它塞飽飽的啦 OK 偏偏台灣就沒有那麼好的社會福利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亞洲人就很愛儲蓄嘛 那你看看 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喔這個東西這麼好喔 那我當然是 一定是把它做滿啦對不對 然後我的employer會match我 可是偏偏你看 你看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就是 很多美國人覺得 This is stupid 我不要 OK 所以這邊說了 我們在把剛剛這邊看完 所以在他老婆會跟他的coworker說 在過去的6年的5年中 that they should sign up because the employer match is free money Yeah exactly it's free money 那plus it earns more by compounded growth 那這個東西因為是拿去投資東西的 所以那個錢不是放在那裡當定存 他會有一些方法去做投資去滾 那滾了之後他就會有那個累進利率 是不是叫累進利率 總之那個叫compound interest 所以他有一個compounded growth compounded OK 所以compound這個概念就是去累積起來 OK 所以同事回答 they all say they don't want to 那他老婆就 OK 所以他老婆就 shrug 所以shrug這個詞就是聳肩 他老婆就聳肩 然後說 OK 你不要就算了 你白癡這樣子 所以下面一個回應 我們剛剛也 先讀了一次給你聽 我再讀一次給你聽 所以他真誠地認為 他整個被 搞到傻掉了 所以genuinely blown away If something blows away 就是這個事情讓你覺得 What the fuck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人說 I'm genuinely blown away By什麼事情呢 多少人不想要這個free money from 401k matching So I'm genuinely blown away by how many people reject free money from 401k matching 所以我剛講解完了這裡你應該就完全聽得懂 OK So like I'm pretty sure you could literally just pay the penalty and withdraw your contribution and implore your match immediately and still come out ahead 所以這邊講的是一個他細部的規則 總之就是你如果想要早一點退休錢 例如說想要把你這些存的錢拿出來使用的話 你可能付一點 penalty 就OK了 就像你把定存早點拿出來可能也是要付一點 penalty So you could literally just pay the penalty and withdraw your contribution 然後把你的一些存款拿出來 或者說把你存進去的 先先講你貢獻進去的contribution拿出來 然後還有什麼employer就會 match immediately 還是什麼這些的 然後反正這樣還是很爽 So for those people who don't care about investing for me for the future 所以對這些人啊 把他們不投資未來 所以很蠢 然後下一個人的回答也是一樣 My answer was investing in 401k Especially if your employer matches 所以這邊你也看得懂了 投資40EK 特別是如果你的employer也會願意match的話 所以這個人說 I wish I did this in my early 20s 他還真希望他在20幾歲的時候就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有一些co-worker I have co-workers that are in their late 60s and only star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do not have much 所以他有一些六幾歲的同事們 10年前才開始 然後現在沒有累積多少 所以非常可惜 所以that's also the reason they won't retire or feel they can't 所以這就是一個理由 他們不會退休 或者感覺他們不能退休 the reason they won't retire or feel that they can't retire and that's terrible right OK 所以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其實大家都 美國人或許應該說 就等到年紀大了之後都會了解到 找點儲蓄的重要性 所以我自己一直都是很省的人 那儲蓄我也是有 甚至一些基本的投資也會去思考 but that's because I'm also in my 40s 所以年輕年的同學們 早點投資 早點儲蓄 早點學會股票怎麼玩 因為事實上有一些很 很安全的一些投資的選項是能做得到的 我沒有在這上面拿任何人的好處或賺任何人的錢 可是我真的覺得投資一些那種 像ETF或什麼之類的 台灣50啦 有機會就給他丟進去買啦 或者是那個 有一家叫高股息的好像是0056 不講這些似乎有廣告的意涵 所以學點投資學點金融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早點的話 那我自己也有點嫌晚 可是現在我有在努力的趕上去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我們下次見 再次見